日本国际圣贡新年代表访华团一行13人,由团长阿布郑寿率领,今天下午5点25分离开台北的时候,旧国团总团部执行长宋石选和亚蒙副秘书长谭颖等人都到机场去送行。 这个访问团是北月5号到我国来访问的,他们在访问以后对我全国军民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跟宝宝美丽的风光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